一号就有人拔萝卜 拔萝卜我就过来看了一下 是有几次的拔萝卜 我就当时报了去 灰心 太灰心了 甚至是相当大的 一句萝卜全部免费的谣言 一场菜地薅羊毛的盛宴 12月6号媒体报道 湖北武汉菜农与人合种了200亩萝卜 他本意是把不抗汉 一掌坏的萝卜免费送给附近的村民和熟人 后来被以鹅传鹅成了萝卜全部免费 蔡农说 事发12月1号到3号 共损失100多万斤萝卜 共计三四十万元 目前他已经收到多人道歉 并赔偿了拔萝卜的钱 最大一笔为100元 共收到500多元 6号街道办负责人表示 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 警方除调查拔萝卜行为如何定性外 还会调查发布萝卜不要钱谣言的传播途径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哄抢他人财物将被拘留和罚款 此外一旦聚众哄抢公司财物罪名成立 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人员将面临刑事责任 学者表示 以鹅传鹅的谣言 移动互联网时代裂变式传播 好羊毛心态与线下行动力 在这里无缝结合 由此产生惊人的暗能量 让人心惊 值得欣慰的是 闹剧中不少网友呼吁 不要再传播谣言 帮助菜农及时止损 这是跟哄抢行为反向并致的正能量 要让责任人 尤其是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新京暴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